Hello Gossip Daily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夜生 我在《天天烟烈》里饰演的是白脸 白脸它是一个外冷内热 心思缜密且单纯 然后武功高强的狼少年 《天天烟烈》拍摄过程中难忘的就是冷吧 因为我们最冷的时候会达到零下三十度 甚至零下四十度 就可能呼一口气前茅上都是冰渣 所以那个冷还蛮难忘的 我们有去到长白山 还有去到牡丹江 牡丹江的雪乡 还有在大连的闯关斗影师基地 拍到了很多雪景 现场实际上还好 因为毕竟还是不会让我们接触到那些野生动物 但是我们就要对着绿布演那些东西 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挑战的 然后也会用到一些就是动物的模型这样 它是不会动的 但是我们要演出一种它正在动 要咬我们的感觉 所以还蛮有意思的 我学到了很多保暖妙招 就比如说我有在淘宝上买一种保暖内衣是按一个按钮 就会全身通电 然后就会一天要换三次电池 但是会很暖很暖 就是一天下来都不会觉得冷的那种 然后买了很多 找到了很多买暖宝宝便宜的地方 对 盗墓题材之前我还真的没有接触到很多 但是我有看电影啊 我有看很多关于盗墓题材的电影 对 王俊凯呢 她是一个平常就吊儿郎当 和张宝庆还蛮像的 然后文琪的话 她就是一个天才少女 可能上一秒她还在玩雪啊 玩树枝啊 和小动物玩啊 然后导演只要一喊Action 她就会立刻一秒钟入戏 就变成剧里面那个 就是英勇无比的英屯女猎手 猜瓜 她非常厉害 然后蒋依依呢 就是 她不管戏里戏外 都是一个蛮惹人恋爱的角色 戏外的话 她偶尔会生一小小的病啊 然后我们就会很担心她 然后 就是要让她多多注意 保重自己的身体 然后她 非常会调动我的情绪 可能也是因为她演了很多的戏 就是她一哭 我真的会有这种心痛的感觉 对 反差非常大 我觉得白脸的性格 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 就是她 平常就是也不会笑啊 不会 透露更多的感情给大家 但是 我平常是一个非常爱笑 然后也蛮爱聊天 爱开玩笑的一个人 所以 白脸和我还蛮不一样的 生活中我喜欢打篮球 喜欢踢足球 喜欢读书看电影 喜欢演戏 我觉得做演员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有更多的挑战吧 就是可能也可以经历更多的人生 就是每演一个角色 就感觉自己体验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就感觉自己的经历会变得非常丰富 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叫凯特布兰杰特 喜欢 主要是因为她长得像我妈妈 对 接下来我最想挑战的应该是古装吧 就是 偏轻弓类型的古装剧 因为最近看的这类东西也比较多 然后觉得 想看看自己如果演一部轻弓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希望在未来几年之内 想要有一部可以让大家记住我的作品 就是 未来可能多少年大家想到这个作品 就会想到我的一个代表作 应该还是蛮难的一个理想 但是我会努力 如果拿菜瓜和小红果比的话 我觉得 我还是偏向于小红果这种类型 因为菜瓜比较勇猛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保护女生的人 所以可能我还是会选小红果 我不太喜欢一个人去旅行 但是我是蛮喜欢去探险 去做一些超越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我会去蹦极啊 然后我会去很多游乐园挑战不一样的 游乐设施啊 就可能最厉害的 过山车啊之类的 最恐怖的鬼屋啊 我都有挑战过 接下来 我演了一部电影叫全民直播 然后有客串了一部电影 和雷佳音老师客串的电影叫流浪地球 应该快的话会在今年和大家见面 就是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呢天真烈是我的第一部作品 可能会有很多的不足 但是我觉得希望你们能多多给我提意见 然后我会变得更好 然后请你们期待我的下一部作品 绝对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我 谢谢你们 每日八卦 让八卦也有正能量